在節目之前看看 今次我們有少少遊戲和大家玩 遊戲的獎品是什麼呢? 看得到這個節目多數都喜歡積木 或者甚至喜歡Kobe 我會送一個 其實應該是外面買不到的 Kobe 2020日曆 雖然遲了少少 送給大家 很漂亮 當然它還有一些可以移動的功能 我試給大家看 它有一個膠套 有些移動的功能 有趣和值得收藏的 就是它是波蘭 或是Kobe相關的 例如 1月6日、7日、8日、9日 就是香港Toy Fair 的時間表 紐約、紐倫堡 都是挺有趣的日曆 日曆都會用 不妨想想 留意整個節目 待會就會問問題 各位玩具TV觀眾好 又是玩具堂 心聲明 開時間了 我是Brian Lo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Kobe的積木 這次的題材有少少分別 不過在講正式入題之前 都是提醒大家 洗多點手 以及注意健康 這段時間 其實 我覺得病毒 不是那麼恐怖的 反而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有些調整 令到個人的防疫 防疫方面能夠做到最好 我相信是為自己加了分 亦都為整個社會 加點阻分安全感 希望大家 有口罩戴口罩 洗手洗手 這些都是 我現在是公民站 互相保護 身邊的所有人 可免的聚會 又少些了 是有些可惜的 但我希望疫症很快過去 但我相信疫症一定會過去的 看回歷史 大家知道 幾難都會過去的 當然 但我們付出的代價 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這個是 暫時我們估計不到的 亦都很難去揣測 當然希望我們代價越低越好 無論是社會裏面 貧富 年青年老的人 我們都不想他們 因為這次的疫症 損失了寶貴的生命 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朋友 我們同時的生命 每個都很寶貴 希望大家能夠 努力堅持 大家都困難的 但我們工作欠然要繼續 回到正題 今天講的這款產品是什麼呢 是Cobi 現代的坦克 沒錯 就是Leoport II 炮二型的A4 如果屬現代軍事武器的朋友 Leoport II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代坦克 炮二型除了有很多款 由最新的A7 也有 沒有記錯 廣泛到 相對美軍的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M1 A1 或M1系列 M1 A2 也好 那個廣泛性更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Leoport II 炮二坦克 其實在全世界 差不多有16個國家 都在使用這種坦克車 不同的系列 當然可以是A3 A4 A5 A6 A7 但是呢 總產量超過3200部 是不是很多 又不是很多 當你看看M1的數 你就知道 M1是超過一萬部的 有時候看消息 看數據 要小心 要看深一點 一萬部以上的M1 在裡面 其實有8000多部 是來自美軍的訂單 大部分 80% 都是美國本土 或者軍隊 自己應用的 為什麼Leoport 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其實真的外銷只有2000部 相信 而Leoport 就有超過3200部 那你也知道 德國其實不是一個 很多軍備預算的國家 就是不是最多的那幾個國家 雖然他們先進 所以他們出口是很多的 那這16國家裡面 很多歐洲的朋友 就是 就不說了 很多歐洲的國家 都有去購買 他們的Leoport 以作為他們自己 國家防衛的坦克車 那麼 唯一有值得注意的 就是加拿大也是買了Leoport 為什麼呢 為什麼美國的老友 加拿大兄弟 也不是 可能就是一個原因 就是價錢 價錢看回 原來一架Leoport 普遍的價值 大概是 574萬美元 而一架M1系列 是接近900萬美元 一個系列 這個數字已經是當年的數字 可能是幾年前的數字 所以 你會發現 一架差不多 1.5架 所以為什麼 這麼多人 或者這麼多國家 會選用 這個普遍呢 除了性價比高 當然 還有很多性能上的比較 車身的大小 其實現代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第五台坦克呢 現代的坦克來計算 其實大部分的 形態 重量 速度 面積 體積 基本上是頗為接近的 因為大家考慮到戰略上 或者戰術上的需要 太大價又不行 太細價又不行 裝甲不夠又不行 速度不夠不行 負重量不夠又不行 因為炮塔全部都超過100mm 基本上 炮彈本身也有重量 引擎也有重量 裝甲也有重量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 這麼多款主流坦克裡面 其實形態也很接近 所以說到它的性能 其實呢 其實它的大炮口徑 比M1 純粹在數字上更大 因為有120mm的滑糖炮 而M1呢 其實呢 它的主炮口徑是105mm 純粹是看直徑而已 歐洲大部分國家 都有應用16個加5多加上總局 而美國呢 M1的阿巴拉罕訂單 其實內內去都是6、7個國家 從一個國際角度來看 這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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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 其實相對M1的影響力 有個之而無不合 無道友 其實它們都是冷戰時期 開始開發的 中現代炭塔 大家都在1979年開始生產 好了 講一下背景資料 講一下 產品 這次我們介紹的 主角 當然是這架 炮2型的A4款 看看炮塔就知道了 比較傳統的 比較平的 比較平的 就不是現在的那些 那麼尖的那些 尖到好像角落那些 那些就不是的 那些可能是去到A5、A6、A7才去尖 A4就沒有那麼尖 但車身的形態 基本上 A4至A7都很相似 好了 但為何會先出這個 我都明白一件事 我覺得不是積目的問題 而是 A4的通用性廣泛程度很高 而現實上 現在都是很多 正是服役期間的 當然 A7、A6那些款 就更加像現代的隱形性能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隱形性能 那這個產品的特點是什麼呢 其實呢 我覺得跟一般二戰下一個系列 有些不同 而更加接近的 就是M1、A2 那隻阿伯拉罕 那隻Kobe 雖然現在沒有圖 但我會留在圖內 那你會發現 其實呢 兩架呢 大小是差不多的 那這兩款產品呢 如果看的item code 應該是很接近的 因為一款呢 就 2618的 另外那款阿伯拉罕呢 就2619了 那所以呢 其實應該是 差不多時間去推出的 那事實上呢 Abrams那款 其實是去年推出的 雖然Gitalia 12020 但是也是再推出的 那這套婆呢 也是去年推出的 那也是去年推出的 但是也是2019年推出的 那也是比較新的 那唯一的分別呢 就是 Abrams呢 就1比35 而這款呢 它是沒有比例的 那這套婆說的 這套婆說的 這套婆說的 就是呢 它出現的坦克呢 這套婆呢 是有少少少 嘗試與未 穩定的之間 那所以呢 有些甚至我看到 它可能大隻一點 那些自走炮呢 128mm那些 那些呢 哇 它簡直出1比28 1比30又有 然後Abrams就1比35 我覺得這個是中 應該是最適合的 但是有些是沒有比例的 譬如這架 這套婆呢 就沒有比例的 但是如果沒有記錯 兩個尺碼呢 是相約的 還有呢 相似呢 它的產品的設計 和精緻度 是差不多的 那怎麼留意呢 你留意一下 如果原來呢 這個呢 是800多塊的 很接近的 因為如果看一車 你見那些 很少到900塊那麼多 通常400多到600多塊 已經很盡了 那所以 換句話呢 它又不是大很多的 它差不多大 那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呢 它用了很多小的積木去砌 那所以 出來的型呢 我覺得 接近模型 多於接近積木的 即是沒有那麼可愛的型 那所以呢 如果喜歡玩比例型的朋友呢 這個Abrams 我知道有很多碰牆的朋友 那其實這個呢 都應該是值得推薦的 因為其實兩架 可以放在一起玩 差不多 唯一有一點點 另一套錯的地方 就是呢 可能它有些又拿了仇權 有些又不拿 那這個呢 它應該是拿了仇權 它拿了什麼仇權呢 就是這個 德國坦克博物館的仇權 英文就是 不知是讀 Deutsch Panzermuseum Munster 就是Munster 德國那個地方 一個都很大 很著名的坦克博物館 裡面有超過40部 二戰時候的坦克車 包括了德國 德國 而再有另外的 當年的蘇軍 的坦克 其實都是很齊全的 即是 東西兩方都有 即是二戰坦克 另外又有美軍坦克 英式坦克 都有 所以這個 這個博物館來說 我是很想去的 我還沒去過 但是有沒有Buffington那麼厲害呢 看看資料 聽說Buffington比較多人推薦 更加全面一點 但是它裡面 我看回的照片 其實都不宏多樣的 有甚至有 一戰時間 德國坦克的 複製品 複製品 另外有些 很少有的 Jet Panzer 4 那些 其實全部都很看有坦克 你都會在這裡找到 所以呢 這個坦克 它就拿了博物館的授權 所以 就有少少像 之前我們 另外一兩部坦克 有少少像 我之前介紹的 另外一部 Tiger 1 的Kobi 它兩個駕駛員 竟然是一些 現代人物 而這個也是 待會跟大家說 所以 這個應該是 經過授權之後的 一個 產品 來的 這個又有少少 奇怪 我覺得 好像他有一些 歷史產品 沒有正式拿授權 然後 個人意見 出得好一點 或者是一個系列 近乎 一些不同國家用的 裝備 有些國旗 或者國費 那些軍隊費 那些更過癮 而在現代那邊 我覺得他就 很少舉期不定 好了 比較完兩個 產品的特性 其實是很接近的 那我們大家 一起清楚看 看看產品 那跟大家一起 介紹一下產品的特性 或者一些特別的地方 好 先看看 又是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 也是 我覺得他好像有些 引流了 因為沒有了 item code 正常我們玩 Coby 也是有的 所以 不過他們 不懂廣東話 不然 寫E-mail 和我們溝通一下 這個系列 真的有少少 可以改善的地方 但是 當然 我覺得 其實他們也應該知道 因為 越來越多產品 如果大家要留意 他們剛剛 紐倫堡的展覽 和紐約的展覽 都有很多新的產品 當然 如果喜歡 熱戰的朋友 會很興奮 因為他們 其實都是歐洲公司 比較注重歐洲市場 和美國市場 所以他們很多東西 都是我們歐洲 和美國市場的口味 但我知道 香港 成年的玩職目玩家 對這個 熱戰題材 都有一班 最忠實的 湧倒 好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整個過程 我自己砌 砌了幾個小時 很久 比一般的二戰坦克 因為 它的數量 是八百多塊 一定是久了 而且 所用的積膜 是比較小 和技術性 所以 幾何圖形 都會很接近 實物 我自己也不用 當然有師兄 都會說 還未到位 因為我見過 外國的高手 MOC高手 其實那些F14 或者那些 他們做的 不一定很大的 但他們都會很到位 那些設計 做回那個神髓出來 當然 這個Coby產品 我又覺得 它是做足的 也沒有令大家失望 大家 因為 啟開模型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A4 其實很清晰 這個一定沒有大家失望 如果出到A6 或者A7 都是好的 看看大家 大家喜不喜歡 這個尖炮塔 迷彩色 這是典型的 德國的陸軍迷彩 應該是夏天 冬天 因為是灰白色的 好了 那我介紹一下 產品是什麼特性 先說的是人仔 就是他 他不是給現代德軍你 而是給江頭叔叔 還有呢 是這樣突發的 死未問你 我來講 看見就 很心張 這裏的 都很青 德國人是這樣的嗎 這裏應該是 補貨館裏面的 一個人仔 人仔沒有特別 不會令你有驚喜 但是 你會儲一個特別的 人仔 還是用來 不知怎樣用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他有光頭 頭是光滑的 所以戴頭盔 可能有輕微的困難 好 不開玩笑了 好 講到這裏 看看這裏 為何我會跟他有比較 因為其實他除了外型 是仔細一點 積目仔細一點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仔細 看看吧 好 剛才看見 這裏是比較鬆一點的 你見到我拿高的時候 其實會移動的 這些是小小缺點 就是 你喜歡 跳尺 另外就是有沒有必要 小小領下 如果枕平放 就不會飛來飛去 好 炮館這個長度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其實自己對近代 和現下車都有一點 理解 所以這個炮館的長度比例 我覺得是 恰當的 炮塔形狀 也是滿意的 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這個 應該是噴煙霧彈 甚至是各種 Granet的發射筒 當然不一定是煙霧 可以是毒氣 可以是真是Granet 或者是日光彈 我不知道 可以用到 所以通常都是煙霧彈 以現代戰術 好了 炮塔形狀 炮塔上面 比較仔細 那些藍色 那些 好像燈光的 其實就是 描述它 塔形上的燈 好了 你看到 兩個炮塔 都是開的 炮塔蓋 跟其他 二戰都通融 我就可以了 原型炮塔 原型機倉蓋 好 有一個現代德軍的十字輝 挺漂亮的 這個是疑印 不需要擔心 像不像 因為後期一點 這個產品是新的 比較新的 一年都沒有 所以就不用一件貼紙 整件都不用 好了 平一下平一下 你會發現 它都用了一些軟管 這些就是喉管 我猜 喉管 它都薄了 那這裡就小心砌 因為你薄得太緊 你搭不到 這個後面的位置 即是喉管 它會搭到車底 如果你夾得不好 它就可能不夠長 但小問題來 你退回去就可以了 即是把這裡 退回去 短一點就可以了 即是不要太多 等那麼多 這樣就不夠長 拉下來 這個很喜歡 因為有些 寫實 我叫做 那這些 裝上燈的也有 這個 沙板是可以移動的 好了 那講開車尾 叫做車尾 這裡有一個 很好玩的地方 這個很好玩 就是打開車尾蓋 我不知道實物是否這樣打開 就有一個 模擬了機械狀態 這個是我這麼多次組裝出來 就會多了少許配件 其實你看到裡面的喉 那些喉 其實我自己就放進去 因為它是多了幾條 小的喉 看上去 我沒有漏 所以多了幾條喉 我就放進去 感覺它更加像機械結構 而這兩個 其實風扇可以動的 當然我放進去 就比較吃了 那當然 你會看到不小心的機械 就放進去 放進去 但是都很合理的 留下在士巴拉 好了 所以這個窗戶 是可以完全吸得很密的 不過我手多多 放進去 這樣可能有少少辣 其實這些配置 那些迷彩色配得不錯 要是你還要想想 如何組裝好 即是 它有黑色、綠色、啡色 這樣配襯的 那這些呢 發射Granet的炮管 角度是可以調的 那當然你調到你自己 不是順懶 那我特意組裝到 少少不平衡 那實物是否可以調 我不知道 但看它們是 有少少不規則 不會同一個方向 看旁邊 這些迷彩正了吧 那這次旁邊的 就是這個 浪費適合 那就可以這樣揭開 那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這個迷彩呢 可以看到 這些旁邊的 全部是橡膠旁 很順的 那提一提大家 當你們組裝的時候 要小心喔 你如果方向反了 它就絕著不太順 所以當你組裝的時候 發覺如果是絕著的 不要緊 可以組裝好它 那兩個旁邊的底面 其實分別是有少少的 一個是平一點 一個是尖一點 那不用怕 那圖就能看到 真的看不到 想不到 不怕 你安上它插了軸 之後 發覺它絕著 即是很緊的 那就是錯了 你插完之後 發覺很鬆的 很輕鬆的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詳情 大家研究一下 那你打的時候 可以讚的 很準確 很順 很好玩 那配合這個橡膠旁 那麼順 其實這輛車可以開到70公里 比例上 還不是70公里 你比法拉罕更快 這輛車可以買一點 好 說笑而已 那你反回 那你反回 迷彩呢 對花的 好棒的 OK 那炮塔 炮罐也沒問題的 你要去下一級 高 不會掉下來的 最緊要這件事 炮罐就掉下來 很酸 好 好 還有車牌 那這輛呢 你說的優點在哪呢 我覺得這輛車型 能夠復原到 好像一輛模型 另外就是 很暢順 很好玩 又不會太軟弱 那還有呢 AM1 A2 那一隻 其實是相對容易脫掉的 我想設計上 它旁邊的檔板 就是我們叫SYAMA 就比較容易脫掉的 這一架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那當然呢 相對易戰的那些積木產品呢 其實因為這些 它的形態是用了比較多小的積木 是稍稍覺得 是沒有那麼堅硬的 這些呢 可能你玩玩東西 就是拍片 撞兩件 就有些東西散出來 那當然 你平時玩是不會脫掉的 你看我弄那麼久 都是不會脫掉的 你經常做測試 是不會脫掉的 倒轉是不會脫掉的 但是呢 你去鏟撞 或者我們 我曾經在家裡拿回公司 袋在布林那裡 輕輕側邊這些會脫掉的 那些會脫掉的 那些是小問題 那 但是相對呢 二戰那些 我覺得它有少少 它的形比較圓了 圓潤一點 就堅實一點 但是它近乎實物的比例 就沒有那麼堅硬的 那我覺得 八百多塊 這麼多 又不是貴過那些很多 即不是二戰那些很多 覺得好玩的 那就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那我就發覺有些朋友 都喜歡是玩 又是現代的 因為其實呢 是小的 你會發覺 在內地有些牌子 他會嘗試出一些 好現代 但是呢 你會發覺那些題材 跳來跳去很難觸摸的 而且有很多 其實發覺市面上 都是其實是抄襲的 是抄襲人家M.O.C.那些 還是抄襲Goby 其實我發覺兩樣都有的 那這裡就不詳細去說 好像人家的抄襪包一樣 但是是有的 那講到節目的數量 這個八百多塊 我相信就會貴 平時二戰的 那些King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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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應該多一點 但應該不是多很多 那據聞呢 M.1 Abrams 和這款都可以 有貨的 就是微團視的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喜歡現代 坦克的職務朋友 我覺得這個 都不要錯過 因為無論是設計 外形 他們是自己做 自己設計 很多的 有很多 其他 主要是內地牌子的那些 就是 有時候的形狀就有了 但是 膠料不太好 還有鬆 有時候都是 不夠踏實 我覺得 歐洲牌子做的事 比較踏實 他應有的那些 可以跟足比例 或者跟足外形 這個 都不用說 其實大家 我朋友 用開歐洲的東西都知道 希望 都是內地牌子 努力 希望做好一點 不要只是 去抄襲 或者是 複雜人出的東西 花點時間 自己的設計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好 大家繼續加油 今集到這裏了 好了 輪到問題 先跟大家說一下 很簡單 今集 我們究竟 拿了 Leopold 2 A4 去跟哪一個 Kobe 的另一款 類同產品 不是要說我的名字 是說一個 Item Number 上網找到 剛才可能節目裡也說過 那就留意一下 你說完Item Number 四個字 四個數字 然後 就麻煩在我Facebook Turbino Facebook 再tack 兩個朋友 幫手Like 麻煩 然後 最快一個 就 得獎 進來吧 來吧 來吧 做錯了 來吧 我來吧